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明班尼迪克蛋的餐厅的主厨要来到台湾 那么他在美福的Fresh & Age牛排馆 另外有法国的金字塔餐厅的二星主厨 来到国宾饭店A卡牛排馆 那么客座 11月6号 11月6号 10月底还有一个 就这几天还有一个 在内湖大使的台化餐厅 那么请到了新加坡的二星主厨 同时他也是亚洲排行 前50名里面的这个名厨 来到台化餐厅 跟台化餐厅住店主厨 叫凯 何顺凯 双厨四手联盆 另外11月的3号 在台北金华酒店 那么请到这个Jonesick 在纽约第一个 以韩国菜拿到二星的这个主厨 他和另外一位主厨 叫江明秋 也是亚洲排名的这个主厨 四手联盆 10月3号到5号 在台北金华酒店 然后6号到台南金酒店 那么一连串的这个 美食美酒的活动 那么一路一路 10月11月很多 可能大家的荷包要打嗜血 另外在10月的这个 25 6号 香给拉台北远东国际饭店 有这个米其林的二星主厨 来到台北 做这个白松露的特餐 松露特餐 那么这是香给拉 马可波罗餐厅 每一年都一定会请到 一位新级主厨 来台湾这个办 这个白松露 以白松露为主题 办特餐 所以一连串的这个 星光的这个加油呈现 另外在这个华山 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什么活动呢 这个活动是 用法国的葡萄酒 配台湾菜 而且呢 它是用什么 扳斗的形式来 我们讲到这个餐酒 这个以酒佐餐 在西方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一讲到这个 以酒佐餐 大家都想到 一定是法国菜了 意大利菜了 西班牙菜了 其实啊 中华料理里面 你只要碰到了 这个行家队的人 那么西方有很多的酒 适合跟这个 适合跟中华料理搭配 而且你说中华料理 八大菜系 十六菜系 二四菜系 每一个菜系 其实都可以找到 这个速配的好酒 11月 11月5号 11月5号 在华山英文中心的 这场所谓的 板斗 以酒佐餐的这个 板斗活动呢 是台湾的这个 新世纪葡萄酒公司啊 他们的这一群团队 成员呢 他们来做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新世纪又是一个 新世纪葡萄酒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他们主供哪一类的酒 我们直接把他们的 葡萄酒讲师 刘丽田 请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 他们办的这场活动 而且顺便介绍一些 怎么样认识 好酒 还有如何品酒的观念 丽田好 主持人您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介绍一下 新世纪葡萄酒公司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吧 好的 其实这几年 就是喝葡萄酒的人 开始越来越多 新世纪在2006年成立之初 其实是有 十年的公司了 对 那我们老板杨嘉玲小姐 她其实在这个业界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那最初成立这间公司 当然是希望能够为大家 引进优质的葡萄酒 所以呢 我们在找寻葡萄酒的路上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找出 一些精致型的 然后呢 有特色的 然后非常能够呈现 风土条件的一些酒装 所以为了要找出 这些细致又好的葡萄酒 在一开始的时候 锁定的区域 其实就是以Burgundy为主 那当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波尔多 那其实Burgundy在这几年开始 也慢慢引起大家的注意 因为Burgundy其实是一个 蛮特别的区域 它只有以一个单一葡萄品种 就是黑皮诺 来作为红酒的主要原料 那这个葡萄品种 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有栽种 但是在Burgundy 却是最为细致有的 你要讲一下Burgundy在哪里 它在法国的 因为你们这些行家专家 老以为自己是 老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 你讲这个东西 大家都应该要懂 因为你刚刚讲 Burgundy在哪里 在西班牙吗 不好意思 还是在诺鲁呢 然后又比如说 黑皮诺是什么鬼啊 对不对 你要好好讲嘛 对不对 抱歉抱歉 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 就是法国的两个主要葡萄酒产区 我们都昵称为双B 法国的双B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布尔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Burgundy 那布尔多是在比较靠近 西南一带的位置 那Burgundy就是完全是在另外一带 比较靠近就是东南 中部东偏南的位置 对那这个区域来讲就是 其实如果喜欢葡萄酒的人 然后就是有规划葡萄酒的 深度之旅的话 其实这个区域很有趣是 你一到那边 它就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 每一个酒庄都是这样子啊 可是他们的酒庄 其实比较特别是说 因为Burgundy是非常重视地块的 就是说其实可能你会发现 怎么同样的 就是酒标上面写的 这个不同的葡萄园 这么的近 可能只有一两步之遥 可是他们的价格却会不太一样 那又是同样一个葡萄品种 黑皮诺来说 可能在世界各地有栽种 但是Burgundy却可以卖到这么贵 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是因为这里的就是风土条件 让它做出来的这个酒风 特别的细腻 特别的香气 特别的独特 那这是别的地方 没有办法复制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Burgundy的酒 可以引起这么多人 这么着迷 我们都开玩笑说 它就像是一个坑一样 就是你一旦爱上了 就是投身了之后 你很有可能就会无法自拔 那再回来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在成立之初 就是一直是锁定在这个区域为主 所以我们并没有 你们只锁定这个区域 应该说我们 从这个为起点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找出 很好的Burgundy的酒给大家 那因为Burgundy 其实蛮多是很小型的酒厂 那这些酒厂 其实他们产量并没有办法很大 然后甚至于可能这些酒龙 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些管道 就是可能我们一番报章杂志 或上网一查可能就可以查得到 就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通俗的名牌 应该是说因为他们其实 人力上面的关系 所以他们可能所有包含家族成员 都投身去再种葡萄那样酒 他们其实并没有额外的余裕去 就是可能委托别人 来帮他们做一些行销规划 不是那种企业化的 对所以就变成说 有时候可能他们的产量 也非常非常少 我们即使想要进口到台湾 可能他的配额也是不够的 就是可能他在法国当地销售 他只剩一点点 那就跟那个所谓的 这个新世界的加州的膜拜酒很像 有一点类似 但是就是说 他们就是比较回归到一种 就是他们基本上 这样子规模的酒庄 其实他们就是可能世代相传 所以他们会希望能够 就是一直去维持 呈现这个地方的 他们的酿酒历史比较久 还是布尔多比较久 其实应该要这样讲 就是说他们酿酒历史都很长 就是说因为早期 这样在法国的葡萄酒 是由就是修士 他们来就是维持 修士或修女 对对对 修道院 但是就是说布尔多 可能比较得天独厚一点 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在行销上面 或是说在可能就是 国际的注目度上 比布尔根底比较早 受到大家的注意 然后他们的行销 跟产量上 也是远生过于 就是布尔根底这个地方 所以就变成说 可能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比较早期 认识跟接触的 都会是布尔多为主 或大家比较熟悉 有名嘛 然后或者说 可能我们在一些通路上面 布尔多其实也有产 除了好久以外 它也有很多的 知名的点心甜点 其实也都是修道院的修女 去研发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强项 所以他们有酒有美食 布尔根底酒很强 但是美食相对 对不对 尤其是甜点就比较少 不过因为其实 我们就是常在说 餐搭酒 所以其实像布尔根底 它有一些名菜 包含像是红酒炖牛肉 或者是他们的布尔根底 瓜牛 等等这些菜 或者说布尔根底的一种肉动 可是我问你 布尔根底的这个瓜牛 它到底是那里产瓜牛 还是说它的料理 成瓜牛料理好吃 瓜牛就是田螺 它们其实是一样东西 那进口来都是罐头的 到底是那个料理好吃 还是那里产瓜牛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产瓜牛的地方 有不只在布尔根底 并不是它以产瓜牛为主 但就是说 因为它们的烹调方式很特别 它们就是用Bersealer 然后跟Butter去把它填在里面 那烘烤起来之后 因为法国人都很喜欢 用面包来蘸宋子 所以其实这道菜 再配上他们当地的酒 就是特别的搭 所以就变成说 这是一个在地一个 很重要的 现在你说的那个菜 已经有变化了 以前我们吃那个菜 它的传统的模式 是一个瓷器中 上面有六还是八个 然后把那田螺塞在里面 然后就是咖啡色 红酒和你说的这个酱汁 现在已经新一派的是 第二代的做法是什么 是绿色的 它们全是绿色 第三代的做法 是什么我看过 把蝸牛弄出来 带着壳 盘子中铺着白米 一只一只 像在爬一样这样子 又好看 有没有 对了 这个两个地方 我都去过了 我觉得伯根地 还有一个酒 跟很多酒区不一样 我分享一下 不正 不对 你纠正我 像很多的酒庄 很多的这个产地 它们的酒 因为很近 这些酒庄 其实都是邻居了 所以有时候 它们如果葡萄品种 差不多的时候 种的是一样的时候 它们的这个酒的同质性 会有一点同质性 对不对 但是伯根地不是 伯根地 每一个酒庄都有自己的个性 这一点是 让很多的酒涛 着迷的地方 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一个就是 你可以在品味的过程中 去遥想 这个酒区独特的风土 因为一个酒 它是来自于 很好的气候 阳光 雨露 土壤 还有这个种植者的 这个爱心 对不对 所以伯根地的酒庄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个性的时候 台湾就有一群酒套 很迷 这个这个 那也就造就了 像你们这样子 专门去供这一块 对不对 因为它 同质性不高 价钱比较好标 哈哈哈 like Chitto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哎 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现在资讯很透明啊 其实大家上网 查到一些酒的价钱都很容易 对对对对 但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努力 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毕竟网络世界的一些资源 还是会有一些局限性 那其实像我们 就是能够深入当地 其实有时候我们能够带回来 是很不一样的 你们派多少人在那边啊 每年要去多少次 去找一家一家房 其实应该要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采购 因为它自己本身是科班毕业的 所以台湾人啊 还是那一家 对台湾人 科班是发博葡萄酒大学 对对对对 那我们采购 它其实在这一块上面 它蛮用心也蛮多资源 对 所以它其实会去 透过一些可能国外的 就是报道杂志也好 或说可能我们在当地的一些 就是配合的酒商 他们其实给我们的很多讯息 都是第一手的 然后也是很在地的 那就变成说 其实我们一有机会到那边 我们就会实际去走访 所以我们进口的每一家 其实都是我们老板 跟我们采购他们 当然你跟他买酒 他当然好好管他 你来吉特 但是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挑酒来说 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帮大家 先做第一线的筛选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台湾 当然有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 跟我们的口味 那像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挑酒 有时候不一定是说酒不好 你讲到这个 那我就要请教你 其实真的是 不同的品种 单一品种 或是多元品种 去酿造出来的 它的这个变化 就是N四方了 然后你刚刚特别讲到台湾人的饮食 有其独特的品味 所以同样是Burgundy的酒 西方人比较偏向哪几类 哪几种味型 然后台湾人比较能接受 哪几种味型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顺便就顺便 跟我们来分享 介绍一下Burgundy酒 到底有多少种 因为很多人讲到Burgundy的酒 我都想到是红酒 其实Burgundy有些白酒也是一流 对不对 你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其实这样讲 就是说Burgundy当然 主要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 红的葡萄品种有两种 白的葡萄品种有两种 但是就是说 可能以酒价来说的话 当然比较贵的 红酒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 白的话比较贵 当然就是Shadowney 那Shadowney有在喝酒的朋友 一定不陌生 就是说因为其实 它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在种 但是就是说 以酒价来讲 可能全世界最贵的Shadowney 应该是在Burgundy 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法国早期的葡萄园 都是有这些修饰修女们 她们在就是管理跟维护 那她们当然也会去做一些地质的研究 所以她们会发现说 有一些不同的葡萄园 它的地层的结构 它能够培育出来的 这个葡萄的风味 特别的独特 就是说可能别的地方 它会没有那种矿石味 可能别的地方 它没有那样子的果香味等等 那其实像 好我们就讲Burgundy来说 就是Burgundy Burgundy最贵的Monjage好了 这个这支葡萄酒 或我们说这个葡萄园 它可以这么贵 是因为它这个葡萄园本身 它地块并没有很大 然后它的位置其实是在一个很好的 就是像东南的中段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的日照是很好的 然后它的整个风土的结构来说 其实是对这个葡萄品种本身 是一个很适合生长的 那就变成说 好当然好的葡萄 就要到懂得去酿造 它的人的手上 才能够去呈现它的风味 那因为这个葡萄园 它的产量其实很少 所以就变成说 可能一瓶 药价都是好几万块的 都是量少才会贵嘛 但是应该讲 好玩是好玩 在Monjage的酒 一般来说 我们当然都是比较建议 大家要再盛放几年的 这样子说啦 这样太深 同样是Shadownay 喝起来Burgundy的Shadownay Monjage这个厂 它酿造出来的 跟一般人的差别在哪 你就讲一般普遍人 对Shadownay的认知 比如说它的基本结构 可能像美国的Shadownay来说 它会比较多果香 会喝起来比较肥美一点点 带有一点点那种 桶子的那种肥厚味道 桶子哦 就木桶的那种香气 但是就是说 我好讨厌你们这些Wine Lover 就很假掰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一瓶酒 然后可以讲出 二十几种形容词 有没有一点点 泥梅的味道啊 有没有一点点 这个果香 蜜香 蜜还要分好几种 不同的蜜 最好是你都吃过了 来来来 讲一下 美国的Shadownay 我们蛮喜欢会找一些 我们自己台湾 可以对应的香气在里面 就要有那个品味经验 你才好沟通嘛 不然你是每一次 我听到那种什么 有没有听到那个 那个那个 在外面户外 这个晒了三年的 木香木头味 你最好是吃贵 对不对 就有没有很假白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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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不一样 有没有 这里面含有一点淡淡的 铁锈味 你是真的吃过铁锈哦 好好好 来来美国Shadownay怎样 那美国Shadownay来说 当然它我觉得可能在一开始结束葡萄酒来讲 就是说可能像美国智利这些新世界的酒的风格 它是比较 风味比较外放 然后比较多熟的香气在里面 这是美国的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台湾人其实喜欢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就会觉得好像蛮符合我的喜好 那Burgundy的一个 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说就是比较细致优雅 轻盈 对所以它就是可能在出乎接触的时候都会觉得 怎么这么酸 或是怎么这么薄 这样子 对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很飘忽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这怎么会好喝呢 但是但是其实Burgundy无论是 所以它比较酸 酸度上面会比较鲜明一点点 可是其实它的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就在说 其实你给它一点时间 你会发现它香气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然后当你开始能够接受所谓的酸度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觉得它们的酒非常 酒值是很容易让你想喝一口再喝下一口 是哦 我觉得这个个人的主观认定 嗜好 因为这种东西是随嗜好品 对不对 但我们常说就是如果你开始接触Burgundy 你不喜欢的人 但请你千万不要就是再也不愿意给它机会 就是只要你以后还有机会喝到的话 因为Burgundy的酒当然就价格比较贵一点点 所以有机会喝到当然就是尝试一下 那说不定你会喝到一直改变你 就是一辈子就是对它改观的 你现在是在对饮君子喊话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这个喝酒啊 这个是嗜好啦 小饮小品 千万不要这个这个酗酒 然后呢喝酒千万不要开车 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责任啊 不是对对对对社会对家庭对你自己都是 不要好饮不要酗酒了 好我们继续 这我一定要讲 因为你毛起来讲那么多酒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三不五书我都要提醒 不过因为其实Burgundy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我们建议大家慢慢喝啦 因为就是说其实你慢慢喝的过程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变化 慢慢喝有时候这个温度会跑啊 当然就是说其实像我们如果不是在很热的夏天来说就以红酒而言 哪有不热的夏天今年把人搞死了 有冷气的时候嘛有冷气就还好嘛 那就是说夏天可能大家对温度的感受性会更强一点 因为它的就是尤其是红酒啦红酒它其实当然对于就是可能你温度距离别的变化很敏感的 嗯但白酒的话因为至少白酒是要冰镇的嘛 Burgundy的白酒最适温度是多少 嗯其实它很难说耶 因为为什么说很难说是因为Burgundy来讲它其实分成五大产区 你看嘛每个区又不一样 对所以它可能有些地方适合更低温 有些适合要稍微高一点点 每个区不一样以外每个酒庄又不一样 这个就变成my lover在那边请做笔记 然后请秀啊我喝过这支我喝过那支 你喝过每个喝然后把酒标拍一拍秀出来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这也很好玩 因为其实即使我现在喝过这支2014年的 可是它的2013年我可能没喝过 又不一样 他们就不一样了 对啊对对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就是 你到底你们家到底进了多少 你们家到底有多少种Burgundy的酒 嗯应该这样讲我们 3800种有吗 可能有点太多 如果说把所有年份加进来 maybe可能真的有 真的有吗 因为其实每个年份然后不同的地块葡萄园 其实可能一个酒庄它就会有可能好几十样东西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年份这样排下来 的确产品线来说是有可能 就是上千种是并不意外的 所以你们多久 就你们持续的引进嘛 新世纪持续的引进嘛 然后会重复 一定会吧 一定有些受欢迎的嘛 你说Burgundy有五个产区里面还有五块地方嘛 应该说Burgundy它主要分五大产区 那这五大产区里面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多白酒 有些比较多红酒可能知名的东西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一直来我们做代理品牌来说 我们其实一旦引进 你们是代理吗 对我们代理 这是open market有代理吗 应该要这样讲 就是说葡萄酒当然有分所谓的open market跟代理 那代理的最大不同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每一年 我们都会进无论它就是是一个很辛苦的年份 或它是一个大家都抢得要的年份 就是说这是做代理的一个我们说 不是我的意思说代理所谓代理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这个牌子只有你们家有别人没有买不到 不是对不对 应该这么讲啦 我觉得这其实在台湾市场是有困难的 我所谓有困难是说因为毕竟就是说可能对法国当地来说 你们是我们台湾的代理 我认你是代理 可是你可以从香港拿 你可以从日本拿 但是台湾其他厂商不能去拿 理论上是的 理论上是的 但是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你们叫什么 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你的方式管道去取得 但就是说一般来讲代理的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你会发现我有的产品线很完整 年份上面的选择可能会比较完整 这是你们的优势 对那就是说我们做代理品牌来说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把最完整的东西就是介绍给大家 就供这一块 其实台湾类似你们这样的公司有几家 专攻Burgundy的 不只一家 其实不少家 但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可能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说我觉得毕竟现在因为就是资源很透明也很方便 所以当然也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提供很不错的选择给大家 就是所以酒商也越来越多 但就是说我觉得像这些比较劳资好的酒庄或是酒商 我觉得大家一直很持续的在努力引进一些很好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消费者其实可以自己去感受跟比较看看 大家的品位也在提升 所以才给你们勇气去敬更独特更稀有更高党更昂贵的酒 这些人害死人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新世纪葡萄酒公司的葡萄酒讲师了 那么今天找他来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公司是专业的代理法国伯根地葡萄酒的一个公司 另外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他们在11月5号在华山他们会办一个比较少见的 什么呢就是用伯根地的葡萄酒去搭配半斗台菜料理 那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但我觉得在介绍这个活动之前 我觉得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 让大家更了解伯根地的酒 到底它的特色是什么 上个阶段历天就跟我们讲了 他说伯根地的白酒 同样是白酒 同样的品种 但是伯根地的白酒喝起来 它就是比较细致 有时候他们会用like silk 就是像个丝绸般的那种轻盈的感觉 那伯根地的红酒呢 那更复杂了 但我想红酒可能就是有在喝这一块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就是有更多认识 就是说可能像在台湾伯根地 很有名的一个产区叫做 那这个产区来说 就是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漫画的加持 然后二方面可能就是它的香气又真的是蛮奔放 然后又喝起来比较轻盈 比较细腻一点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常开玩笑说 它是一个有点比较女性的酒 那当然在伯根地另外一个产区 可能就是拿破仑最喜欢的 匈牙当这个地方 它的酒就是属于比较有男性的那种匈 你记得那两个酒有没有中文品牌名 应该说这两个是它的这个葡萄园产区的名称 但就是说可能同样是香波密斯尼这个地方 香波密斯尼 对香波密斯尼 我们中文翻香波密斯尼 那别家怎么翻 都差不多 这就是对大部分都会使用 香波密斯尼 香波密斯尼 然后另外一个是哲维瑞香备丹 你也不错诶 你还记得住诶 你是学过法文吗 那你现在把它翻成中文 你还记得住那些字 很厉害诶 这什么什么备丹 我床丹诶 枕头套 但是因为是拿破仑爱的备丹就比较好 所以就是说像因为是拿破仑喜欢的酒 他打仗还有时间搞这个 就是因为打仗所以一定要喝酒来赎压一下 是不是 对呀 所以就是可能像这两个区域在Burgundy来说算是蛮具代表性 一个就是比较有男性的感觉 比较扎实 比较结构 比较雄厚一点点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女性为代表的 比较细腻优雅的香波密斯尼这样子 香波密斯尼 那你说男性是叫什么 香贝丹 香贝丹 对很香的贝丹 女性是香波密斯尼 好难记 女生的名字稍微长一点 好了 这个当然是需要花时间了 任何的兴趣嗜好 一旦你确认你喜欢他的时候 其实都要有时间 甚至有经费 去支持你的兴趣嗜好 你给我们一点点最直接的建议 就是说 如果要研究Burgundy的酒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入门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先去喝 对对 先喝嘛 当然要先喝啦 我先喝的意思是说 不然先用想的 没有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先看书啦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你在看书的时候 他毕竟是文字 然后可能如果 一边喝一边对照 也可以 当然就是说 好玩是好玩在有 但是市面上也没什么好文章啊 其实像我觉得 玉森老师的一些 就是不管是专栏也好 或者他的书籍都是 少啊 专栏很慢啊 一个月也没有两篇啊 但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 当然还有很多部落格啦 就是说我觉得 有时候可以去看一些别人写的 然后找出你 觉得你想尝试的 因为Burgundy 实在是太多可以喝的东西 对啦 所以其实说 我觉得如果你先不设限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 就是你可以先看看 你有兴趣的 从那个地方先开始去喝喝看 就尝试 对 但当然就是说 我会建议 有没有专业的课程 有啊有啊 其实 其实台湾现在当然有蛮多 就是跑好酒方面的课程 但就是说 一般来讲 我觉得如果是完完全 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一开始就上这个课程 可能 因为他其实不会只专进 在Burgundy这一块去上课 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 各个餐区的课程 这样子 所以就会变成说 可能有些人会说 那这样子就是 学起来好像觉得有一点点 没有那么有趣 这样子 那但反过来讲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你一边喝喝一喝 觉得 我好像想要了解更多 上课就可以让你 比较有系统性的学习 这样子 那比方说像法国食品协会 他们就会有开一些 专业的课程 是哦 对 然后当然就是 或是像酒研 他们也会开一些 酒研是什么鬼啊 他就是葡萄酒学院 他们其实专门就是在 民间的啦 对对对 那像这些单位 他们其实都会去 开一些不管是证照的课程 证照啊 对有一个叫做Wset 就是他其实像 WSET 对 那这个课程 他不是在训练 Sommelier的四九十的啊 不是 呃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如果对葡萄酒 兴趣想要有系统学习的人 就是说 你还是可以去上这个课程 至少你会比较有归纳 慢慢的进入 对 可以 然后你可能 也许你有兴趣 不一定在法国 贵不贵啊 这种贵 呃 他其实 以Wset来说的话 他是不同的level 他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当然是不便宜 可是就是说 呃 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是 葡萄酒虽然并不是那么的便宜 但就其实也不要 把他想的那么遥不可及 那我去上这个课 老师教 我还要买酒 呃 通常酒是含在学费里面的啦 酒钱含在学费里面 对对对对 我们土嘛 不要这样 对对对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呃 但是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上课 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因为你可以一次喝到 很多不同的东西 哦 来做比较 对 那或者说可能如果 他们的讲师都什么咖啊 嗯 讲一般来讲 Wset的课程 一定是你要考到level 3的人 你才能够去教 level 1跟level 2 这样子 哦 学长教学弟哦 就是你一定要考过那个证招 你才有收课资格 当然 那当然一般来说 就是如果是 那level 1是什么 什么老师来教 level 1基本上 你只要聚用level 2 level 3的资格 你其实就是可以教 但是当然如果说 就是在课程上面 他们没有开 这么密集的情况下的话 老师一定都 那你总是要有第一批人啊 第一批的level 3 是谁谁训练出来的啊 其实早期 都是外国来的 还是在台湾的 不一定不一定啊 因为其实Wset 它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认证 所以就说有可能 我今天正好是在澳洲念书的 我可能就在澳洲当地 我就有考过 就考了 对那当然 只要我有这样子的资格 我就可以收课 原来是个补习班性质 好 是全球的补习班 对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其实有两个系统嘛 一个是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是美国的ISG 对那这两个系统 当然不太一样 可是就是说 这是针对一些 比较希望有系统学习的人 就是你可以去参考 可是如果你真的 只是回归到兴趣 就是说你觉得 你想要一边喝 然后一边去找出 你想要认识的区域 可是我觉得 我完全同意了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有一些 基本的认识 你再慢慢累积 才能日期有功 如果你是完全 是没有经验 或是完全没有方向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 喝再多也没有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 那个系统 就是您说的 这个系统很重要嘛 或者应该说 其实因为像现在 酒商也越来越多嘛 或是进口商也越多 其实大家都会办一些 品酒会 那我觉得品酒会有的是 就可以去了 它其实有时候会结合一点点 就是包含授课的性质在里面 就是会跟你介绍 那你再喝 其实就不会说 完全不知道喝什么 几乎每一家 每一家代理商都有 几乎每一家 然后找一些餐厅 所以其实上网查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那个陈匡明还在教吗 没有 匡明老师他其实 他现在是老师了 因为他也出书啊 他的意大利的那本书籍也是 我是我个人是最佩服的 就是林玉生 我个人真的我不骗 我在很多的这个场合里面 看那些盲测 尤其是那种具有高度 挑战性质的那种盲测 他几乎每一次都是精准无误 我太厉害了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你要累积多少的经验 真的 对不对 就是说那个 因为他每次必做笔记 而且我觉得他跟很多人不一样 他实际走访那些国外的经验 我看大概无人能出其诱 因为你已经累积到一个知名度了 那么国外酒商绝对都会邀请你 首先邀请你 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 后继者越来越难跟得上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玉生老师是真的是 华人在这个普浩酒的书籍上面 他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资源给大家 就是说我觉得他实际走访这些酒庄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曾经聊过 但是你要 就是说 你看书是一回事 还是要喝 喝了要记 我看他连像他这种 这么高境界的人都请做笔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学习态度 对不对 就是他慢慢累积到一个 当然他已经变成一个专业讲师了 但是我觉得回归到所谓的生活 生活就是说你把它看轻松一点 别把它当成武功再练 是不是这样子 武功可以给想练的人练 但就是说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生活的一环 不知道就来说 其实不用太严肃的去看待他 就是很轻松的跟朋友一起 对不对 这种分好多种 还有一种叫做显跪行 有没有 有没有 显跪行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知道你知道 我现在拿一支就 几年几年的 我贵我贵的 然后喝下去 嗯 没败 然后没了 对不对 这种是显跪行 就是人家说这也是很贵 然后贵得不得了 现在全世界一年只出300箱 在台湾现在只剩30瓶 拿了一瓶来 摆餐桌上100 跟大家把这故事讲完 然后来 开开来喝 嗯 好喝吗 嗯 没败 明明那已经里面都已经是 软木塞都掉到平底了 好了 我们再进一段 带我回来就要来介绍 这一次这个难得 在华山11月5号 用伯根地的葡萄酒 来配台湾的板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做 然后呢 有什么菜 有什么酒 带我回来 来 我们继续跟在节目现场的新世纪葡萄酒的葡萄酒讲师 刘丽田 这名字很中性 丽田 是 这跟王品很像 王品品田 没有啊 很牧场 没有 我们要聊 其实是慢慢 主要找他来的原因 是因为新世纪葡萄酒 他们在华山 11月5号要办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严格讲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有各种各样各款的伯根地的葡萄酒的品评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用伯根地的葡萄酒来搭配台湾料理 然后来板豆 而且这个大概有十几二十桌 来来来 这个活动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想这样做 一方面答案是因为就是一个公司十周年的活动 十年啊 十年 其实十年算年轻了 我认为是好多老板 都酒商 台湾酒商 因为台湾的葡萄酒界 其实算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一个 我认为是那什么亨阳啊 酒保啊 法兰斯啊 那都几十年了 是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的成长茁壮中 那就是说十年就是希望做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 就是希望让大家 对葡萄酒兴趣的人 喜欢吃东西的人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来呃平常看看就是说为什么想要做板斗 是因为其实 当然台菜配 配葡萄酒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 嗯嗯嗯嗯嗯就说用板斗的形式来搭配葡萄酒 可能就是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就是说以板斗然后用下一个加点花卉的方式 那這個活動11月5號當天 其實我們會分成兩個部分 白天的部分其實就是瓶酒為主 那這瓶酒的部分 在華山的哪裡 華山的那個藝文特區 對對對 很大嘛 是哪個藝文特區 裡面是靠公廁那邊 還是靠煙囪那邊 還是靠停車場那邊 還是靠哪邊 你趕快滑 找不到我這口渴啦 還是靠這個入口邊 紅磚六合院 紅磚那邊 六合院 好好好 終於給你找到了 哎呀這不好意思 好然後呢 因為在這個地方的場地上面的 比較寬敞啦 就是說方便大家可以 就是這樣走走光 因為你有20桌一定要大空間 不過白天的話 當然就是以我們的攤位為主啦 就是說我們除了自己的 自己的攤位 你也找了別人啦 對我們也有找一些合作的 像是不管是積木文化也好啦 或者說土勝土長啦 或者是說可能有肉鋪啊 有杯子啊等等 我們其實就有點像是 一個小型的原油會這樣子的概念啦 就是不是那麼單純 只是喝酒而已 那當然酒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有50幾個品牌在代理 那不光是法國酒 也有德國酒 也有義大利酒等等 對所以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是買瓶酒票券的人 那當然就是以這樣子的上半場活動為主 那晚上的板斗部分 那就大概5點過後 我們其實就是白天的瓶酒會就結束 那就是開始進入板斗的活動 因為這也跟香港美酒夾藥年的那概念很像 只是你們規模小多了 但是他們就是這樣 比較不一樣囉 但是他們很厲害喔 那個時候進去的時候 他會分兩種 一種就是你這樣參觀 然後到歌壇市議 但另外有一種 他給你一個VIP的這個套票 然後身上掛兩個杯子 然後那杯子還有個很棒的袋子 你知道嗎 你用那個杯子就去每個地方免費 很厲害喔 因為你如果一杯一個攤 一個攤喝的話 那個錢 有的高級酒市是要付費才能適應的 但是你買了那個套票 高檔球的套票 拿了那個杯 他一認就給你 那他們自己再去解 你參考一下這個idea 好 感謝主持人的分享 對對對 不過我們也是有杯子的唷 你沒有有杯子啊 對 你在攤子擺杯子嗎 當然不是不是 不是啊 你一個人發一個 當然 你如果買的是品酒票券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杯子 OK 然後這個品酒杯是由 就是薛哈巴西特跟雷曼他們 合作設計的一款新的杯型 是喔 什麼形狀 他其實有點像是米其林寶寶 就是有點輪胎裝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杯底是比較矮胖型的 所以他是沒有那個 沒有 有角有角 對對對 然後但只是說他的杯子 跟一般的那種比較瘦的杯子 比較不一樣 那其實他這種杯型的好處是 可以方便想起你溫的很快 對對對 那就是說其實我們等於是 你只要買品酒票券的人 你其實一進來 你就會有一個杯子 然後還會有折價券 然後還會有就是抽獎券 OK 對 就是這些都是附加的 還在講版豆啦 然後再來當然就是 所以品酒講完了嘛 就是說你會有杯子不用擔心 那晚上就是開始版豆 那版豆菜來說 當然就是跟一般大家可能認知的 不會有太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他也是十道菜為主這樣 那你講兩道來乒乓嘛 比如說令災 比方說佛跳槍怎麼樣不來吧 佛跳槍不好嗎 那櫻花蝦米糕呢 也不錯吧 唉 好好好 因為鮑魚 鮑魚海澤皮這些大家可能就覺得說 我沒有說什麼 我就 唉 但是好玩是好玩在對 所以也許這些版豆菜大家並不覺得好像很意外 可是其實 櫻花蝦米糕適合配什麼酒啦 唉 這就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了 唉 因為我們這次配的酒裡面有一支紅酒 一支白酒跟一支氣泡 還有一支白蘭蒂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我們當然會希望 呃 大家可以用我們方式嘗試 但是 如果你想用你自己的方式來搭配看看 說不定你可能會覺得 唉 我覺得氣泡酒配米糕超搭的 或有人覺得 沒有啊 可是你是一次都上來喔 我們會 應該是有潛入深 一開始應該是氣泡嘛 對不對 這麼說 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到時候在倒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唉 這個我很喜歡 我想要慢慢喝 多喝 沒關係 阿若還有剩下來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 無限暢飲喔 沒有 我們一桌一套啦 一桌一套 對啊 那大家還要搶咧 不會啦 怎麼不會 這支酒好喝咧 來來來來 我們現場也可以買得到啊 Don't worry 給他聽一罐 來來來 你還沒回答我的答案吶 不好意思 您說什麼 櫻花蝦米糕配什麼酒啦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設定上當然是希望它是配紅的 是喔 對 因為其實米糕本身當然它會有一些調味嘛 但這調味是我們中式的一些 可能像醬油啊等等 這些比較中式的調味料 那其實一般來說我們配白酒或是 可能配到其他 我們會擔心說會不會有點衝突性啦 那就說 可是其實像你說氣泡酒來講 氣泡其實也是可以滿百搭的 有些人他真的 當然 他發現說我這菜色其實組成滿多元的 我可能就用氣泡酒從頭到尾也是可以啊 對啊那個是百搭 那佛跳牆配什麼 佛跳牆嗎 其實我覺得紅酒也沒有問題欸 你們這次設定的是什麼嗎 應該要這樣講就是我們紅酒跟白酒的部分 我們雖然都會各挑一款 當然就是我們其實在這裡想要保留一點點驚喜 到現場讓大家 你來接頭你一定忘記了 我沒有忘記 真的嗎 但是因為這邊可以跟大家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公司當然主要是放在Burgundy跟龍河這兩個產區 所以就是說當天其實會以這兩個產區為主要的 就是大家可以喝到滿多很特別的這樣子 好啦聽眾朋友再次提醒大家啊 這個喝酒啊小酌就好啊 然後品味就好 千萬不要這個酗酒啊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喝酒千萬不要開車 然後喝酒啊不要這個還是少喝一點了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新世紀葡萄酒的這個老師啊 劉力田到我們現場來 11月5號在華山呢 有特別的這個板斗的活動 有興趣的話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相關的內容 我們謝謝謝謝啊 拜拜 謝謝 謝謝